西北师范大学的朋友们你们好吧 我是来自南昌新东邦的强号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英语学习上的一些心得 跟我自己呢 三十多年的一个人生感悟 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那么在进入新东邦之前呢 我的本科学的是电机电器极其控制 不会学英文的 但后来呢我的英文学得还不错 我在大学历的时候 我这个专业课呢学得特别糟糕 我在大二的时候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已经有多少人不及格了 七门 七门不及格 当时呢在我们系里呢 我是排倒数第三 有一个倒数第一的呢 倒数第一的呢 他几门不及格呢 他十门不及格 他十门不及格呢 他就退学了 他退学了之后呢 他是江苏叫南京中学的 不是那个京啊 不是那个北京的京 是草子头下面一个秦草的京 他南京中学的 那他在 他在那个中学的补习历年之后呢 然后他就考到人民大学去了 然后文大毕业之后呢 他现在在干嘛呢 大家可能会问 他现在在武汉 有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公司 做老总 他开的车呢 是A8 那么 接下来我说一个 九门不及格的 九门不及格的呢 他没退学 但是他怎么 他留级了 他留级之后呢 他成绩特别特别差 但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呢 他想去美国 他去美国呢 他是想去读这个工商管理 所以他要参加有门考试 这门考试呢 我也考过的 叫GMAT 知道不知道 他参加这个考试 但是他呢 在申请的时候呢 因为你知道 你要申请这个国外的学校 那么你有几个条件 比如说 你要有工作经历 比如说 你要有这个 很厉害的人 给你写推荐信 那么 你要有很值得 夸耀的这样的一个 个人经历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大学你 你大学你的成绩 那么这个 我这个同学呢 因为他大学已经有 诀文不及格了 所以他在申请的时候呢 他的难度重重 他必须要怎么样 就是他分数要考得特别高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 我毕业之后呢 然后我跟他碰到的时候呢 他就在家里呢 他把工作都辞掉了 自己在家里呢 他在听这个词代 因为他英语特别差 然后最糟糕的就是什么 就是听力 那么他当时呢 他为了这个 通过这个托福的 这个听力考试啊 他把耳朵 听成了中耳烟 这件真的事情 后来呢 就住进了这个魏京医院 但是呢 过了一年之后呢 我再通过问同学 问这个同学哪儿去了 他已经去美国了 所以特别了不起 那么还有人就是我 我是气门不及格 气门不及格呢 我怎么办呢 所以我毕业之后呢 我对我自己的专业呢 也没有兴趣 我就开始呢 学英文 当然我英文呢 我学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就英文就学得特别好 我在00年的时候呢 我参加了一个 就中央电视台的那个CCTV杯 当时是第一届 最后呢 我进入了全国的前20名 这个成绩呢 不算什么 但是全国前20名呢 19个呢 都是文科专业 或者是这个 学工商的 或者是这个 学英语的 但只有我一个呢 是这个理文科专业 那么我在这个一年多呢 我的英语是怎么学的呢 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把一本书啊 这本书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日本新概念第三册 我背了100多遍 注意啊 这个100多遍是一个实数 不是一个虚数 我背了100多遍 但我对外呢 号称200遍 那么其实呢 只背了100多遍 那么经常我的一些 呃 这个学生呢 就帮我传 一传呢 就变成了300遍 而最后呢 就传成了 变成1000遍 但是我在 背诵这个100多遍 新概念的过程当中啊 我有两个收获 第一个呢 就是我英文学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是从英文学好当中 然后我总结出来一个 英文学习的一个规律 或者是一个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呢 我今天呢 就跟在座的各位分享 如果你能够用这个原则的话 那么我相信呢 你的英文呢 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这个原则叫什么呢 叫一本书原则 什么叫一本书原则 就你不要看太多书 你就找一本书 然后你把这本书 从而到而把它背下来 背到挖了手 背到自己已经 已经不会忘掉 背到就好像 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 融入你的身体一样 那这时候呢 你的英文就会学得特别好 大家想一想 我们都学这个学英文了 学了很多年 为什么这个学不好呢 其中有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看的书太多了 我们学过了很多书 但是我们没有学会 哪怕只是一本书 我们过路了很多书 但是我们没有做到 把一本书 哪怕只是一本书 把它留在心里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是学过重要 还是学会重要 是过路重要 还是留心重要 所以这个一本书原则 我是通过这个一本书原则 把这个英文学好 那么我还有我的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那这三个例子当中的人呢 他们都是有意或者是无意 通过这个一本书原则 把这个英文呢 也学到特别好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给大家举个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一个中国英语界的一位名人 是复旦大学一部 一个一部的教授叫葛成规 他已经去世了 那么葛成规呢 他的高中呢 都没有毕业 他高中没有毕业呢 他一业在家 在家干嘛呢 他家里刚好有一本 只有一本英语书 于是呢 他就看这一本英语书 一看看了多少年了 一看看了十几年 后来就成为中国英语界 色色有名的李军荣 但他看的这本英语书是什么 是哪本英语书啊 有没有知道的 一本牛津字典 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他就看这本牛津字典 他看了看了看了 他自己的英文 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起到了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他只知道什么呢 他发现这个牛津字典里面 有错误 但是他想不对吧 这么权威的字典 怎么会有错呢 于是他再一次的确认 这个确认的结果呢 确实有错 于是他就做了一工作 他把这个牛津字典 又从头到尾 又过了一遍 硬是给他挑出了里面 二十几处错误 于是他给牛津字典的编委会 写了封信 用英文写 只出了里面二十几处错误 英文人接到这封信之后 大使一进 想不到在遥远的东方 居然有一个人 英文学得如此之好 于是呢 给葛传规呢 回了信 回了信之后 葛传规声名却起 一夜之间 就成为中国英语界 赫赫有名的李军荣 那么我当时 我听到这则议事的时候 我还很年轻 那么人年轻的时候 特别容易感动 我当时特别感动 但是我不仅仅停留在感动 我第二天 我就迅速地把感动 转号为了心动 我冲到书店 我就去买了一本 朗文字典 我想这个牛津字典的错误 已经给它挑光了 所以呢 我要挑这个朗文字典的错误 而且呢 我买的是最后的那一本 一百二十八块 普段大学出版社出的 那个朗文字典 于是我从00年开始呢 我就开始用那本 最后的那本朗文字典 那本朗文字典 用到三年之后 我有一个好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 我挑出了17处错误 不过呢 学大部分都是硬刷错误的 这是我给大家举的第一个例子 我给大家举的第二个例子呢 是我的一个学生 我的一个学生 是一个女的 她姓水 叫水链 水同学 那么这个水同学呢 她当时考六级 六级我们现在改革了 她考的是老六级 满分是一百分的 她六级考了几次呢 考了两次 第一次考多少呢 考43.5 第二次考多少呢 考51 然后她呢就特别开心 她觉得自己进步蛮大 她对自己说 按照这样一种等差数列 再考两次就过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她就来上了我的六级班 然后呢听了我的讲座 听到我说要背新概念 于是呢 她就给我写了红信 她回去了给我写了红信 她说强老师 她说我决定向你学习 我要背新概念了 我决定背新概念四 当时把我吓了一跳 我心里想 我就背新概念三 你还背新概念四 然后我就给她回信 我说你不要背新概念四 我说背新概念四是没用的 你要去背新概念三 她给我回信 她说不 我就背新概念四 她说原因有两个 第一 她说我觉得 我现在的英语水平比你当时要好一点点 她说第二 更加重要的是 我觉得我的智商比你要高一点点 大家看 我当时我背的是新概念三 但我背了新概念三之后 我再背新概念四 背完新概念四之后 我回过头再去背新概念二 而且越背新概念二 我就越后悔 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学习 我自己的这个英语学习之路 我去走弯路了 我没有 没有这个符合英语学习的规律 什么叫规律啊 英语应该怎么学 应该一二三四这样学 这就是符合规律 当然我当时我是怎么样 我是三四二 这样学也有效果 但是效果不如二三四这样学 来得好 所以我经常对自己说 如果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从怎么样的 会从新概念二 会开始背 所以这个女同学啊 很明显 她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于是呢 我就给她 而且她居然说 她的智商比我高一点点 然后呢 我就没给她回信 然后过了半年 过了半年 有一次呢 我在上海这个科学会堂 做讲座的时候 然后一个女同学呢 过来找我 她跑过来 她说 小强老师 我就是那个背心概念四个 当时我仇恨地看着她 我说居然说 智商比我高一点点 但是她的下一句话 就全盘改变了 我对她的看法 她的下一句话怎么说呢 她说 我的六级成绩已经出来了 我说考了多少分 她说考了84.5 我当时由衷地 为她感觉到高兴 尽管我教过很多很多的学生 但是到我这里 备案呢 进步这么大 只有她一个 上一次51 这一次84.5 我由衷地为她感觉到高兴 但是高兴了一会儿 我就不高兴了 因为我发现呢 她不是来感谢我 她来干嘛呢 她来挑衅她 她来证明啊 她的智商真的比我要高一点 这个果然不错 她的下一句话 她说什么 她说 小强 你不是说被新概念死没用吗 她挑衅我 我当时非常慈祥地看着她 我说 你这个女同学 都是你不听话的 你看才考了84.5吧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个女同学啊 其实她是犯了一个错误 就我们同学英语为什么学不好 路子走得不对 我们同学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犯各种各样的错误 但是你们犯的这个错误 虽然千差万别 但是我归纳一下 无外乎两倍 第一类呢 我听说会叫什么 叫贪多 什么都想学 书架上一大堆英文书 每一本英文书都没看过 对不对 但是到了书店就想买 凡是书架上有好多好多英文书的人 这个人英文一定学不好 第一个叫贪多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求素 要么不学 一学恨不得 第二天就出校网 所以经常有一些 新东方的同学 跑到新东方的老师面前 就跟他说 老师我要考雅思 我想考六分 但我现在只有四分 你说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会告诉她 你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这样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你就能考六分了 然后那个同学就会一脸的不屑 他说我下个月就要考了 然后老师就会说我没办法 那个同学也会说我没办法 然后那个同学就 凄乎乎的就主开了 也就是新东方的老师 能够教给大家的是什么 就我只能够教给你英语学习的规律 我把这个规律讯教给你 我只能够教给你 如何在春天播种到秋天收获 但是你说我非要在夏天收获 这个不行 而我们现在很多同学 在我们学习英语的时候 在我们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犯着这个求疏的矛盾 那就违反了这样的一个客观规律 所以这是这个女同学的例子 给大家举的第三个例子 是一个男同学 另一个男同学呢 是浙江大学学工业设计 他在2002年底 到2003年初 在半年当中 他听了我四场讲座 所以后来 我特别怕到这个浙大 做讲座 因为我已经到浙大 已经做了四次 因为我每次讲的 我们讲座的内容啊 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呢 就是生怕 就有些同学已经听过了 然后他又来了 我们在上面讲 会觉得有点自在 比如说像我同样的讲座呢 我已经讲了九年了 其实我还很 最悲惨的说问余老师 余老师同样的讲座呢 已经讲了十几年了 所以有一次 所以余老师特别痛苦 有一次我跟余老师 在那个昆明 做讲座的时候 余老师讲完以后 然后有一个中年男子 冲到台上 跟余老师越来握手 然后还要跟余老师拥抱 余老师非常镇定地 把他推开了 余老师一正词眼地说 我只跟美女拥抱 那么这个中年男子 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中年男子 是九几年 北京新东方那名学员 后来出国了 出国回国了 回国娶老婆了 娶老婆生小孩了 余老师来讲座了 带着小孩来听讲座了 听了余老师的讲座兴奋了 小孩也不要了 穿到台上 就跟余老师握手 一边握手 一边他用颤抖的声音说 他说余老师 十几年了 又听到你的讲座 感觉就是太亲切了 一点都没变 所以你想想 我当时我到这个浙大 做了四场讲座 特别大 我这个第一次 第一场讲座 讲完以后 这个大家都很兴奋 同学很兴奋 围住我问一些问题 比如说新概念 该怎么背啊 然后我就给他们解答 这时候就听到远处传了一个声音 说余老师 我来了 就是这个同学 他从远处跑过来 分开人群 跑到我的面前 摆了一个姿势 说余老师 我要背新概念三 我要背一百遍 我当时啊 我就看了一下他 我觉得他背不下 为什么 听了我的讲座之后 到我面前 表情形状 说要背新概念的同学 太多太多 但是能够真正去背的 少吃又少 能够去背 能够坚持的 那就更少 能够坚持 能够坚持到底的 那基本上就没有 所以我到后来 我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 凡是到我面前 表情形状 说要背新概念的人 我要先看一看他的面相 然后我来预测一下 他能不能够背得下来 那个同学呢 我当时一看他那个面相 我就觉得背不下来 他什么面相呢 人很瘦 脑很长 人瘦好长 然后一双眼睛啊 那个迷离 就很迷离地这样看着 一看就是在大学校园里面了 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实体观 整天就是风 游手到尖 就是泡妞啊 上网啊 打游戏啊 就 换句话说呢 我在他身上呢 就看到了多少年前的我自己 所以我当时啊 我觉得他肯定 是背得下来 因为这样的同学 我知道了 就大学里 现在很多同学都是这样 就是 就是也不学习 对吧 整天就是觉得很空虚 空虚了之后 他就去打游戏 打完游戏 他就更空虚 空虚了之后 他就再去打游戏 生活就是这样 就是在一个循环里面 他是走不出来的 我不知道我们西北西方大学 有没有一条街叫堕落街 有没有 放行房 会有的 很多大学 他现在都有一条街 就是一些深色全马的一些场所 打游戏的啊 吃饭的 很多 我有一句话说的好 世界上本没有堕落街 堕落的多了 也就有了堕落街 所以当时 这个同学叫刘东兴 他跑过来 他说强老师我要背一百遍 我当时心里面呢 我不看好他 我觉得他背不上 但是身为明星的方老师 当一名学生 表现出强烈的强把英语 学好意愿的时候 那么我永远 我说鼓励他 所以我当时非常思想地看着他 我说好同学好好背 强老师支持你OEA 然后刘东兴就会开心 他就一动一跳的就跑掉了 这是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 我又到赵大来讲座 又到同样的会场 我往这个台上一站 我就感觉会场的气氛不对 新东邦老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当中 他可以发展自己一种动物的本能 叫直觉 就新东邦老师直觉特别好 如果下面坐着 有听过我讲座的人 我是能够感觉出来的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气场不对 我快速地轻循了一下会场 发现这个同学坐在 靠右边的第二台那个位置 他发现我看到了他 他特别开心 他诶 你来看 我看到他 我能够吃了个餐饮 我这个餐饮怎么又来 所以整个讲座过程当中 我就不敢看着他讲 我总怕他 比如说 他觉得诶 听过了强老师怎么讲的 是一样啊 比如会用仇恨的目光看着我啊 或者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啊 所以从这到我都敢看他 我只敢对着这边讲 但是我会用眼角的余光去扫扫他 就会发现这个同学特别好 他一直在奴隶寻找跟我目光的对接 每一次跟他目光对接上 我都被他的目光灼烧的 快就滋滋滋的声音 所以我这样的我就放心了 我就这个同学好 就是新宫方的切杆粉丝 新宫方有很多老师都有粉丝的 有我的粉丝叫强粉 余老师的粉丝叫余粉 我们还有个老师叫徐乃夫的 他的粉丝叫奶粉 所以现在又有这个同学好 所以我就放心了 结果我第三次 我又来讲 这个同学还是坐在那边 然后动我曝光的对接 两只眼睛里没有瞳孔 只有两只火锯在来烧 第三次 然后第四次他又来 第二次没有来讨我 第三次没有来讨我 但是第三次第四次 他都带了一个复读机 当时没有第三 02年年底 03年年初的时候 他带了一个复读机在那边论 然后第四次讲座结束之后 同学围不问问一些问题 这时候听到远处 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小强老师我又来了 这同学跑过来分开人群 跑到我面前摆了一个字 小强老师 您还认得我吗 我当时看着他 我心里想 你就是花生灰 我也认得你 当然他的第二句话 全盘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他的第二句话说了什么 他说强老师 新干年三 我已经背了一百遍 他不说这句话 也就罢了 说了这句话 我再开始正眼打量他 不打量他 也就罢了 一打量 发现真的背过 怎么看出来 他的面前发生了变化 那么自己什么变化 人更瘦 平常是心灵的窗户 很难想象 一个心灵 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目标的人 他的眼神是坚毅的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个人整天 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也没有目标 或者说他有很多目标 他目标太多了 这个人的眼神 是不可能坚毅的 但是只有他自己下大气力 为着一个目标 愿意付出自己所有的机型 愿意忍耐 他的眼神自然而然 会变得坚定 所以那个东西很简单 他以前整天玩 整天玩 他眼神坚定不起来 那么就半年 他一直在干一件事 就是背心干年 背心干年 背心干年 所以他的眼神 明显比当时啊 要清澈 要坚定 所以后来 他就引起了我对他的兴趣 我就让他给我们 现场背立着 那么背立着 确实还不错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当时 因为他已经 这个学英语啊 已经进入一种状态 所以他情不自禁 拿这个英文来回答 我拿中文文 我说 my name is Kevin 他叫 Kevin 我说你几年级了 他说 I'm a senior student 大几了 大四了 我说你工作找得怎么样 他说啊 他不用英文了 我说你不大四了吗 他说对呀 他说该找工作了 他说对呀 我说你工作找得怎么样 他说没找啊 我说你不找工作你干嘛 他说不你说的吗 我背心在念了 所以这个同学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以至于我回到上海之梦呢 还经常惦记着他 但人跟人之间呢 真的是有缘分 然后过了半年之后 2013年6月份 有一次我在上海行东方门前的柏林路上行走 突然发现远处冲我走来一位 熟悉的身影 人很瘦 毛很长 一看就是这个家伙 他跑过来干嘛呢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跑过来面试到花王来面试 第二件事情 向我汇报一下他托负的成绩 他考了630多班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所以后来呢 我就把他请到我的办公室里 跟他呢就聊天 那么我跟他一聊次 二人会聊什么 聊背心概念呢 一聊背心概念 他就哭起来了 我看他哭起来了 我也哭起来了 然后两人就哭 大家知道背心概念 为什么聊心概念要哭啊 就这个东西啊 你说起来容易 你真正去做的话难不难 太难了 因为背书本来就比背单词 比背单句都要困 我有一个学生 他很爱学英本 然后呢他给我发短信 他说强调老师 我现在学英语之前 我先抛一个硬币 如果正面我就背单词 如果反面我就看阅读 如果竖起来 我就去背心概念 太难了 但是这个同学他为什么哭呢 其实他哭的也一样 不仅仅是因为背心概念 本身很难 而是因为什么 他当时他在背的时候 他自己感觉到无比的孤独 因为周围人 大四周围人都在干嘛 找工作 他在干嘛 背心概念 所以在别人眼里 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所以他要承受一种 心灵上的一种大孤独 我们经常说什么叫孤独 孤独不是说你周末 一个人在家里吃泡面 一个人在室舍里吃泡面 孤独是什么 你周围有很多人 但是他们想的跟你不一样 就你想的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他 于是我跟他聊啊聊啊聊啊 后来我就把各自的 这个心概念三册呢 就拿出来对了一下 我的那本心概念三 拎起来 这个纸花花的往下掉 就一本书啊 古人说读书破万卷 我没有破万卷 我只破了几卷而已 心概念三是我破的第一本书 就一本书已经 那个纸花花的往下掉 然后他的那本书呢 我拿过来看了 拎起来这个纸一张都不掉 而且他那本心概念三 本来这么厚 他看到这么厚 可是我说你就有本事了 书还能看到这么厚 我就把拿过来看 结果一看了 我当时还是蛮感动 这是我碰到的最好趣的学生 他怎么 为什么他那么厚呢 他在每一篇课文后面 心概念三次的六十篇文章 他在每一篇文章后面 他自己贴了很多张纸 这个纸上写的是什么 单词的解释 补充的例句 课文当中每一句话的解释 special difficulty 课后习题的解答 中心方文化的对比 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呢 都挪到这本书来去了 所以这样的话 他学英文的时候 他只需要 带一笔书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里面是有大道理 帕罗登说读书怎么样 先从薄读到后 再从后读到薄 你看 他以一本心概念三出发 但是他在研究这本心概念三的时候 他是查了很多很多的书 但是他又把那些很多很多的书的东西 又移到这一本书 其实他走的是 一到多的多再回到一 所以他到最后 他学习效率就会特别保密 他只要带这一本心概念三 就可以了 所以当时我看的这本书 我是蛮感动 我就觉得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心中文老师 经常到外面去做讲座 讲这个英文怎么学 或者讲人生怎么样 才能够取得成功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大家听了那么多 来得不如 你有机会见到我们两个那两本书 因为只要你看到 他的那本书的那一刹那 你会明白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 一种所谓功课英语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一直在寻找 一种所谓功课思路区考试的技巧 但是你看到那本书的时候 你会明白 没有一种方法 没有一种技巧 可以代替得了对自我的超越 可以代替得了 对一个简简单单信念 实质不语的接受 所以我 看了那本书之后 我当时特别的感慨 我说东兴啊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 他说还没找到 我说你别找到 他说啊 还背心概念 我说你没有背心概念 我说你来东方当老师吧 他当时特别意外 他问我 他说我可以吗 我当时非常慈祥地看着他 我说你当然可以 我说在中国能够把新概念餐 汇到一百遍以上的 活着的人当中 不就你跟我两个 所以后来东西呢 就成为新东方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那么随着这个故事呢 我今天我跟大家的一点分享呢 就接近了尾声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在我们人生当中啊 有很多感动的时刻 我们的人生可能很黑暗 但是这个感动的时刻 感动的这一瞬间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人生黑暗当中 闪亮了一个小火星 但是这个小火星 它会有两个命运 第一个命运 是跟在我们生命当中 闪过的无数小火星的命运一样 它迅速地它熄灭了 但是这个小火星 也有另外一种命运 就是它变成火苗 变成火炬 让你的生命燃烧起来 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燃烧起来 还照亮了身边的人 那么是让这个火星熄灭 还是让这个火星 燃烧我们的生命 这个选择权 在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人的手里 谢谢大家